我爸又把我们村主任给带来了 行了 我跟你说 一定找个适当的时机 把这事跟你爸讲清楚了 行行行 我一定跟他说的清清楚楚 最后一次 把我那衣服你穿上吗 真的 把你穿上吧 谢谢 谢谢我最帅的田精灵 如果这一天容易 这欲修链 没想到我怨祖又回来了 大爷 这么笑脑袋不迷糊吗 迷糊 迷糊就别这么笑了 怪吓人的大爷 叫啥大爷 叫怨祖叔叔 我说你一个保安 不在岗楼子里头站岗 你跑到经理办公室干啥 我这衣服 你到底找谁吧 我找谁 这个物业公司的经理是我爸爸 太客气了吧 是我儿子 你是于小脸的爸爸 那你俩是长得是一点也不一样啊 是吗 这大伙都这么说呀 我儿子确实是没长过我 是 我就老说呀 于小脸一定要有你这份自信 他对你长相 啥于小脸 于小脸的 这于小脸的名字 也是你叫的吗 要叫大经理 对对对 那个叫于经理 哎 独自可教掩 哎呦我天的大爷 你是不是想说如此可教掩 哎呀就那个意思吧 哎 你闲着也没事 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 去洗洗去 摆两个拼盘 哎呦我发现你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啊 这家伙子跟我那年轻的时候长得那是一模一样啊呢 哎呦我天呐这太吓人了我老子这边真正了啊 咋的啦 哎呦我于小脸啊啊 珍惜你年轻的时光吧 哎呦我于小脸啊啊 啊 什么话啊 儿子 爸 爸 哎呦 你干啥呀你啊 我都快飞气了你了 咋的啦 我不是想你嘛爸呀 我就是想你嘛爸呀 想你嘛 你啊 你怎么抱呀啊 下面就这么抱我你 是是 不对不起爸 我是实在太想你了 来来来来 爸爸爸哎 快来坐坐坐坐坐 你说你也是 你说来就来 你也不告诉医生 还把村主任给带来了 哈哈 村主任呢 哎呀他哪见过这个市面呢 哦 这一下车啊就蒙圈了自己转了 哦 哎 哎 他这次主要来啊 嗯 这像你学习中午夜的管理啊 你要好好教学他啊 对啊 你要坐着讲 让他站着听 那是不合适 那是咱长辈啊 我能让他站着吗 不合适 啥不合适 这样他更能仔细听 小脸啊 你现在啊 当领导了 我还得教育你几句啊 这当领导了 一定要低调 不能这样啊 上次我来 你干了个副经理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咋又干上正经理呢 哈哈 这啥意思吧 咱家我要是当上正经理了 你还不乐意啊 我叹叹乐意了 那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高兴高兴 不过呀 自咱你当上正经理呀 咱家就更不消停了 咋的了咱家呀 咋的了 你大人 这一下子给咱家送了十只鸡 啊 你二叔给送了两只羊 你三婶啊 干脆把那牛牵咱家去了 哎呦我妈呀 我这些长辈都是 太为我高兴了哈 这还不算呢 最高兴的就是孙姬头 你王奶奶 非要把他家的大姑娘嫁给你 我给答应 你再等会等会等会 这咋的了爸呀 我跟你说 我抗议啊 平时老催婚老催婚 这会别人给接受女朋友了 你咋还不同意呢 我能同意吗 他家最小的姑娘都四十九了 你妈呀 父亲 父亲你英明啊父亲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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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兜的特产就是生地瓜呀 啊 那我只能去摆成这样了 摆上摆上 哎好 哎呦 我带的这地瓜呀 是最甜了 哎 哎 走来啊 我说你这孩子屁股咋杀沉呢 啊 不是这是你做的地方吗 那个 那经理还站着呢 啊 哎 给我倒完水去 哎 回来 嗯 啊 啊对对对那个我我去我去小脸 老鱼 老鱼 哈哈哈哈 村主任来了 哈哈哈 你这么狗年比兔子跑得还快呢 哈哈 原来又是啊 什么咋的了 你爸 爸爸给带丢了 哎呀不是 我爸呀 想想你在我们小区啊 哈哈 多溜的溜的来来来来 哈哈 哈哈 来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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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啊 谢谢 哎小脸喝水喝水 介绍一下啊 她也得介绍了啊 来 这位 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叫韩大人就行 你好 这位呢就是我们村人颜值担当 那有肩膀 燕祖叔叔吗 我爸 坐坐坐 喝水喝水 两人啊 这小区都是你管理的 那晚上行吧随便 对对对是我管理的 不错呀 管理的好啊 是吗 你现在都当上经理了 我没骗你吧 看见了没有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儿子的办公室 是不是挺好 好好好 那当初 我说我儿子当经理了 你咋说的 我咋说的 我给你学一遍 啊 燕祖啊 就你儿子那样子 他要是能当上经理 我就是干了 是不是你说的 我不是这意思 啥意思 我的意思啊 就是脸儿啊 能把这个小区管理好了 能当上了经理 我这个村主任呢 不就吃了 你看他们年轻人看你 你看你看 爸 村主任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解了不解了不解 坐坐坐坐 我就出了 来坐 我这次来啊 就是跟你们来学习管理经验的 对吧 是是是 哎 说说 这小区都是怎么管理的 这个呢 他应该 反而 啊 一看就开会不认真听吧 村主任啊 是这样 管理方面呢 就是严格控制门禁 一人一卡 一车一杆 外来人员呢 必须得登记才能进来 一旦发现可疑之处 马上向我汇报 我向你汇报啥呀 向我儿子汇报 哦 连啊 这基础设施 都是都是怎么维护的 他这玩意 啊 开会的时候是找我啊 基础维护啊 主要就是责任分工 谁负责的区域出现问题 就找谁 哦 那规章制度是怎么定的 剩一碗吃 去去去去去去 啥你不规 是这样啊 是由经理和副经理 还有各部门的主管 一起研究制定 哦 来来来来来 来来 哎 我 不我说你这孩子 你咋这么欠呢 啊 那我儿子的地瓜 还没吃完呢 你老抢答啥呀你 抢了你能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他 爸你说这就不对了 他们平时我开会的时候 是他们有 他们有抢答都是对的 啊 你啊 起来 你坐这儿 接着问 你们这物业费是怎么收的 哎呀我的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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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问费了吗 这不 嗯 行了 换个话题 你们这保安是怎么训练的 我来的啊 这边想啊 我来 这下很 哎呀我就妈还问着我了啊 这个我 啊 早点名 晚出操 样样我都行 稍息立正向后转 停车入库 你要听口令 听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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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看嗓门应不应 你听听我嗓门应不应 哎 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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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没错吗 啊 对答如牛啊 啊 啊 我儿子行吧 太行了 哈哈哈 乌业费怎么收的 嗯 哦 你闹型了 行了 我呀 还是问他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儿子是经理 你问他干啥呀 老鱼呀 还不明白吗 这是真正的经理 那我儿子是啥 尸瓜群众 儿子 这是咋回事啊 哎呀 爸 爸 爸 我说实话吧 爸 对不起 我骗你了 我是不是经理 我是小区保安 啥玩意儿 你怎么拿生意啥 我是保安 他你刚才几顿的人 才是我们经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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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干啥呀这是 你说我就没当上经理 你说你上这么大火干啥呀 不是我上火呀 我把你大爷的鸡 全都给吃了 你让我咋跟他说呀 不是 爸 没事 等我回家以后 我多买几只 我给他补上不就完了吗 这不是补的事 爸 你给我站起来 小脸 小脸 你说你 哎呀 你我怎么教育你呢 你说你 我让你诚实 你说你 你为啥要骗我呀 爸 你别生气啊 不是说我想骗你 你说这我出门两年了 老跟你打电话 你就说我也没有个进步 是不是 也没有个起色 其实不是那样的 啊 后来我又着急 我就想 那我编个谎吧 让你开心开心 我说我当上副经理了 这家你可好 他把村主任给带来了 我是要面子 但要实事求是啊 啊 就说你吧 你呀 就是当上经理 当上保安 都没关系 啊 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干好 一不一个脚印 都能成为国家的人才 啊 你说这干啥不一样啊 你非得 爸 我错了 这个确实是我错了 我想好了 咱以后我就踏踏实实干 对不对 我给咱家争光 我不给你丢人 行不行 这就对了 老鱼啊 儿孙似有儿孙福 别太操心了 哎呀 你看你说的 那我儿子 要是有我这个颜值 那我也就不操心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小脸啊 这都说开了就好了啊 这样 去小区参观参观 好嘞 好 参观就好 好好 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